我们来看到第二个契约 讲到契约的部分 各位 双方的同当事人基于意思表示一致 而成立的法律行为 那就叫做契约 那什么叫做意思表示一致 讲法人就两个字叫合议 只要我们双方相同的意见表达 是同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定立起契约 对吗 所以来看下面第一个表格的内容 常见的契约类型的概念 第一个民众想要借钱的话 那这时候银行想要借出钱的话 这时候双方会签订契约 约定借款跟还款的行为 这时候就会出现债的概念 有种东西叫债务人 什么东西 债务的怎么样 偿还的义务的人 对吗 那有种叫债权人 怎么样呢 也可以请求权 要求你还钱的人 所以这时候民众就变成债务人 银行就变成债权人 所以彼此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你可以在这边看到 债务人他取得借金 但他的义务是要传还钱 那相反的 债权人银行的部分呢 他取得还款 他最主要的义务是要把钱借出去 所以这个关系消灭 意思是什么 当彼此双方来咯 我们互相借钱给对方 对吗 你借我钱我拿到钱 可是最后呢 我还款了 这个债就会消失掉 所以这地方 请特别去看一下 类型的第一个概念在这里 可是其中我们来聊聊 强定的契约 的主要原则 首先第一个来帮我打上三颗星星 它叫做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呢 是民法中理念 法律文理中价值最高的表现 也就是个帝王条款 大王条款 为什么 人跟人之间目归就是什么 最大部分就是诚实与信用 如没有的诚信 诶一切都是网然的 对吗 我们不愿意怎么样 遇到别人都是来欺骗 对吧 善意的谎言 还是一个谎言 对吧 所以这样情况下 我们希望基于诚实信用 诚信的概念在这 所以第二点 个人遵守诚信原则 来行使权力及旅行 他的义务 其中第三个来 特别看到了 邮购 诶 网购等交易 怎么样勒 消费者会有七天的鉴赏期 什么叫鉴赏期 意思就是说 你买回去之后 可以使用try try看 try完之后你发现 好像哪里怪怪的 比方说他实际的 跟影片中 或者是网路上所介绍 不太一样 这时候你可以做什么事情 可以拿去退货 为什么可以这样 原因就在于邮购跟网购 你没有实际看到这个物品 对吧 所以这样情况下 他会有七天的鉴赏期 但在实体店面时 是没有的 所以旁边帮我补充上去实体店家 然后实体的店面是不可以 OK 没有此项的概念 实体店面是没有的 没有七天鉴赏期的部分 当你买了之后 除非他是有瑕疵 才可以要求退 对吧 那可是你会发现 有些店家他会基于什么东西 表达立场 他会跟你说 你的吊牌比方说衣服 吊牌没有剪掉 他怎么样 可以让你一个礼拜内给退货 对不对 他希望派你怎么样 觉得好像还是不怪怪的哪里 所以有的店家是基于好意 但是有的店家也会怎么样 做出更好的部分 怎么意思 就是当你买了之后 你只感觉到不对 你就可以把它拿去退 所以就会有人去滥用 这样的权利义务内容了 孩子们应该知道在讲什么 美国的某知名卖场 对不对 有一个人呢 怎么样呢 吃到了烤鸡 全鸡只像一个鸡翅膀 他说这只鸡太难吃了 我就把你退掉 他全鸡退给你 有人喝红酒 喝到最后一口一咪咪了 他又拿去退 咋啥勒 我就不好喝 不行 然后我要退货 还有全鸡退给你 所以就是滥用这样的内容 对吧 其实这样的部分 所以你会发现 举例部分来看 商家对于产品的必须有清楚表示 对于瑕疵品 他有退货的义务 意思就带于重量的事情在这里 瑕疵品的部分才有退货的义务 而且最重要的事情是在商品要有清楚表示 那这两个内容就会特别提到几个概念 我们都常常吃泡面 我们常常去吃一些什么东西 外面的食物 对吧 微波食物 那微波食物之后 他每个里面的内容物 都看起来照片上都很漂亮 结果实际上尴尬了 对吧 你却吃到泡面里面的这个食物内容 竟然没有想象中的美好 嘿嘿 对吧 比方说这个泡面里面的虾子 原本看到照片里面这么打以尾 就实际上就这样子 小虾米 Oh my god 对吧 所以后来就有了一状告上法院 所以后来法院判决在厂商败诉 所以后来你会发现 所有的泡面跟微波食品上面的图片 下面都会有一栏 写上一句话 什么东西 图片仅供参考 依实际内容物为准 你看看 你看看各位 他提出告示的概念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商品对于瑕疵 表示清楚在这 那瑕疵品附有退货的义务 这也是必然的 因为你卖出去的部分 一定要是完整的 但是有一种东西 他是怎么样 不需要有退货的义务 来孩子 旁边帮我补充上去 他叫做 福利品 福利品是什么 福利品就是今天他有发现一些回损 然后他拿去退 退货之后他拿去维修 维修之后呢 他说他怎么样 再重新包装好 买给你 那这叫做福利品 那福利品的部分呢 你不会说 我怎么拆开之后 发现我家买的这个电视 这边缺了一脚 哎呀 这样的情况下来呢 怎么样呢 我要去退 可是他已经告诉他是福利品 就算他已经维修过了 有使用过 痕迹有摩擦到 对不对 涂了1.7回去 但我觉得不是完整的 我要退 不行 他已经告诉你是福利品 你就是不可以进行这样的退货义务 所以福利品通常来讲价格都会来的比较低 OK好吗 所以这地方请特别去看一下 这样的部分就行 好 那来第一个诚实信用结束掉 这我们来看第二个叫契约自由 意思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跟他人签订契约 但是有例外哦 例外是什么 第一个不能够违反公共秩序 再来第二个叫做善良风俗 所以契约自由原则又被称为叫做公序 良俗原则 不能够违反公共秩序跟善良风俗的习惯 那这样情况下来 我们就来看第一个 举例一 父亲无法偿还债务 所以以女儿当作抵押品 那当然是违反公共秩序善良风俗 对吗 所以他是无没有 怎么样 违反契约自由 那重点就举例二 诶 赌博所积欠的债 为合法 而非合法的债务 所以对方怎么样 可以拒绝偿还 哦 那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契约自由原则 为反公共秩序善良风俗 比方来说在座的男生跟女生 尤其国中生的时候 最喜欢做一件事 跟他打赌 诶 Mina 我跟你说 隔壁的小明啊 怎么样呢 他跟我打赌 他输了 他要脱裤子裸奔 各位 你光想要在画面看到小明裸奔 这件事 Dwoma的惊悚 对吗 那这时候小明就要去裸奔 诶 或者是我跟他打赌 他输了 他欠我五千块 对吗 OK 那这样情况下 孩子这些内容 通通都违反契约的自由原则 因为违反什么东西 公序良俗的部分 OK 所以打赌之后要裸奔 打赌输到五千块 一千万块 这些东西内容 小孩都违反公司去上讲风俗 其中更重要的事情是 让我们国中生的阶段 情窦初开 男生跟女生常常会怎么样 天雷各东天有干采遇到烈火 互相许配终生 你就是我的 对 我是你的 然后两个人呢 开始结尾怎么样 互称公跟谱 然后双方握着彼此双手 在月亮之下发誓 亲爱的小明 你不可以跟别人聊天 如果你跟女生聊天 你的财产都是我的 哦 甜甜 我不会跟别人聊天的 我跟别人聊天 我的钱都是你的 各位咪娜 你听完了这样的内容之后 感觉很合理 对吗 但不合理啊 为什么 为什么 他跟别的女生聊天 他的钱 就要变成我的 小孩 那就违反了什么 善良风俗 那违反了什么 公共上的秩序 对吧 所以柯同学 那就代表一件事 违反了契约的自由原则 OK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请你特别去看一下 自己拍的那样